一名亚裔乘客在班机上遭暴力赶下机 鼻青脸肿狼狈模样的视频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疯传 美联航进入全噩梦模式 公司股价事发后重挫近6个百分点 市值蒸发13亿美元 蛮横无礼的赶客手段 让美联航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乘客纷纷愤慨不已 狠批航空公司过度使用武力 践踏乘客权益 而归根究底 超卖机位的事情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 话是如此 由航空专家指出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 航空公司超额出售机票并不违法 因为这可以有效减低亏损 部分弹性旅客甚至会预定热门航班 再通过调换航班得到的赔偿金和其他优待减低旅费 回到美联航的个案 航空公司发现必须空出四个机位时 将赔偿金抬高到800美元 利用乘客自动放弃位置 还采取抽签方式 最后才驱赶乘客下机 整个过程都是遵循正常程序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去年全美各航空公司 共将四万名乘客赶下机 其中有3765人是美联航乘客 另外还有62,895名乘客自愿放弃机位 意味着乘客被拒绝登机的情况并不罕见 但问题在于 航空公司一般上会在登机口就拒绝乘客 而不是等人上了飞机才赶人下机 虽然美联航可以用法律护航 但问题出在他们处理危机的手段 和我更利害地的身体 民附航人م前建筹 ...... 好的 男友